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26号表示 俄罗斯试图通过国际法律机构 进入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生物实验室 但遭到拒绝 扎哈罗瓦表示 遭到拒绝意味着那里在进行非法实验 美国国防部将这些生物实验室 用于军事目的 俄罗斯国防部近日公布了 美国防部在乌克兰从事军事生物研究文件 显示美国政府与乌克兰生物实验室 进行合作的网络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 俄国防部将继续为全世界分析 关于在乌克兰的 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敏感信息 同一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美国在乌克兰军事生物活动的议题 已经被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 美国的行为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俄罗斯将会对这种不透明的军事生物活动 不断提出质疑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伯科夫曾表示 美国在乌克兰境内开展的军事生物计划 令人深感担忧 俄方不可能对美国 在高致病性微生物方面的实验活动视而不见 李亚伯科夫表示 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 只是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300多个类似实验室中的一小部分 他说 在这一问题上 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此前也指出 针对美国在乌克兰的军事生物活动事实 俄罗斯不排除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框架内 启动磋商机制 对于危险的生物实验和生物军事活动 国际社会专门制定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而美国在这个公约下的记录十分不光彩 1997年 美国被古巴指责散布一种农业害虫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有国家被指责违反公约 并导致缔约国正式开会讨论 另外 美国多年来还一直独家反对建立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多边核查机制 未经许